培养摄影爱好 可拍的内容很多 如何理性购买适合自己的器材 相信是许多朋友都想知道的 希望培养摄影爱好的朋友 如果只是活动半径不大 平时已拍些花鸟鱼虫或动物 以及人相为主的 建议您买个半幅单反 加一只18到200的镜头足矣 旅行途中作为旅游记录 也可以满足需求 而且简单轻便 咱们不能光说不练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里的这些照片 都是我在2006年之前拍摄 而且都是半幅机拍摄 之所以放这些年代久远的照片出来 只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十多年前的机型都能有这效果 那么今天初学摄影的你 是把精力放在学习技术上 还是追求设备上呢 初学摄影者购买摄影器材 品牌无非就是在尼康或者佳能两家中选择 佳能或者尼康两家都是好机 你要选择的就是性价比 操作方便程度 还有就是人性化设计 再就是你身边引用的比较多的品牌 方便交流学习 前提还要这些人的作品能入你眼 那些只会夸夸其谈谁家品牌优缺点的人 不是不懂就是产品厂家的推手 这种人不会有好作品的 不幸你问他晒几张作品 看他有没有 许多新产品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就像这些年大行其道的单电无反 单电也是源自单反相机的叫法 将单镜头反光取景 改为单镜头电子取景 由此得来单电一说 所以单电相机就是单反相机 取消了反光取景系统 留下单反相机的液晶实施取景功能 简化而成的一款产品 有的干脆还连机械快门都省了 理论上就是一台阉割了的单反 说到这里 会有许多拿着单电 要秒杀单反的键盘侠 很不服气 如果你傻到认为厂家会专门研发 多一套新技术 给你这一类群体 你就应该去交智商税了 单电的优点 不过是相对小巧一些而已 你们这些键盘侠还是醒醒吧 相机是拍照用的 不是杠精的工具 照片拍得好不好 首先取决于个人 对初学者来说 一台设备的使用操作 是否简单明了 也是能否迅速 上手的前提条件 在相机按键的人性化设计上 谁家的按键操作简单一懂 谁家的性价比更佳 大家可以自己去衡量 性价比不能单算机身 还要同时考虑镜头 市面上的相机都不拆 而且数码科技一日千里 今天的单反技术 只会越来越好 但相机用得好不好 就取决于用相机的人 总有人谈和尼康 唱衰佳能 他们总能在相机身上 挑出些这样那样的毛病 就没几个会谈一下 自己技术有没有毛病 曾经有个土豪 学摄影 要求我推荐顶级的设备给他 我说你买了也是白买 因为你没有技术发挥 他却说顶级设备我都拍不好 就证明了我真的技术不行 这时我才会专心去学摄影技术 我去 怪不得你能当土豪 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土豪 但这智商不应该是土豪独有 不服伤